阿羅拉季節的最後一個活動究竟是怎樣呢? 阿羅拉季節這麼快都差不多自己的尾聲了 在下個禮拜阿羅拉你好呀 如無意外就是這個季節的最後一個活動 而且在活動開始都會發貨季節的尾聲特殊調查 關於這個特殊調查的猜測 大家可以看一些影片 好回來正題阿羅拉你好這個活動 我自己猜測至少會有一隻新的色違阿羅拉精靈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Pokemon GO開放了 但未開放色違阿羅拉的精靈 第一當然是阿羅拉的御三家 木木曉火包喵球球海獅 他們分別都有第三階的進化形態 我自己覺得木曉是比較漂亮的 無論進化上去都是這樣 之後小督兒 同樣都有第三階段 它的色違差異就不算太大了 之後我也覺得很漂亮的 心靈寶 它的顏色模樣進化上去都是同一隻 都是粉紅色黃色的 接著是蘭糖草 它就會變成整個綠色 進化上去蘭糖花就會變成青色 然後就是夜到火色 即是我都未開圖的夜到火色 它就是銀黑色為主 之後就是上個月尾出的指揮色 明顯白色的部分會較為少淺紫色 只有這個階段無法進化 來到最近的滴珠色圍 整個外形其實蠻型的 進化上去都是一樣 四月色彩市出的花霧鳥四種營炭 這四隻都是地區限定 色違最差異的就是熱辣熱辣風格 就會變成紅黑色 同樣都是地區限定花寮環環 它的頭就變成藍色 只有一個階段無法進化 最後就是馬羅拉的卡普守護衫 它就是換了一個路線 就是走暗盒 就可以看到它們的代表顏色 眼粉紅藍黃 這個猜測部分 我看到網上都有人猜 第一就是卡普守護衫 都知道下星期三 都會同樣回歸 那會不會帶著色違版的回歸呢 我自己雖然很想 但我覺得機會是比較美容 因為五月的活動遇過 也沒說 而且它們都尚算新的 當然如果真的出色違版的 我自己都很驚喜 我開心想馬上抓幾隻 第二個猜測 我覺得比較可信證高一點 是開放色違版的小督兒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猜 或者我自己都覺得幾大機率呢 因為就是活動期間的聚焦時刻 在活動開放色違聚焦時刻的主角 也不是第一次 因為聚焦時刻 多數都是配合活動的 不知道大家對以上的色違版 有什麼心頭號 或者你覺得 下個星期的活動是怎樣 最後就是 12公里蛋 希望可以敷到夜到火式 就算沒有進化也OK 好啦這裡就是最後的結果 最後夜到火式也沒有 稀有的單手龍也沒有 看我來也要繼續敷 大家記得訂閱讚好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